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我是陳明君 英國央行救了全球的股市嗎 昨天英國央行法夾彎 突然宣布說 要來無上限的購債 為什麼 因為英鎊扁個不停 英國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全球央行動起來囉 今天我們國內的央行總裁 楊金龍他也說 沒有什麼要來管制外匯啊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跌升反彈了 本來很高興的 可是沒有想到 護國神山怎麼今天不給力呢 今天台積電居然在台股反彈日 他破了前滴433 明天今晚會要開會了 大家在等什麼 能不能夠救救我們的神山呢 大家都想問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開高走低 反彈整無力 來請教的是我們金融培訓協會的 理事長林長新 長新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楊總裁說 接下來的不外匯管制 所以外資的減碼 它會不會開始減少賣超 而資金的流向 會從金融 電子跟傳產 往哪裡移動呢 待會兒告訴你 好 現在如果說台北股市平反彈 哪一個族群會先漲 等一下昌星哥會漲 不過現在全球股市 什麼熊爪 陰影不散 反彈逃命波如果真的來了話 要怎麼樣太弱留強呢 我們請問議員教授 鄭廷一 鄭教授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全球的股市 跌跌不休 哪些股票要避開 哪些明年的話 它的益跡會大爆發 我們等一下告訴你 另外今天台積電 大家心好痛 跌破了前滴433 但是還好尾盤有收復 大盤先破前滴 台積電今天破前滴 是在交代一下嗎 還是有什麼危機 我們不知道呢 請問資深分析師廉潛文 阿文賽好 明君好 各位投資人大家好 台積電的7奈米的產能利用力 降到7成 但是大謀卻調高今年的獲利 跟明年的獲利 而且把這個所謂的目標價 從755塊調高到780塊 茂利在哪裡 等一下解釋給各位聽 未來大盤的福募 會不會是車用股 保釋先IPO了 這個氣勢如紅 車用股有貶值利多 加上後續的展望非常健康 哪些車用股 有機會在反彈過程當中 大踩油門呢 請問資深分析師許玉玲 玉玲好 明君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如何從特斯拉 蘋果的走勢當中 去找到台股當中 跑得最快的車電股 等一下報給你知道喔 好運股好難做 怎麼一天漲一天跌 現在確定林佳琦要來了 長榮集團紛爭結束了 航空股這一次可以認真飛了嗎 我們請問財經專家 王傑銘 傑銘哥好 大家好 精彩來了 張國偉對上張國正 到底長榮航空的投資 還有未來嗎 等我跟大家一起分析 好 各位內容 等會來鎖定 這不是新聞 剛才我看到阿文塞對於 大盤後續的看法比較悲觀 舉叉 會不會是跟護國神山有關係呢 要請你聊一聊 因為今天台積電 這個在破前提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一聲警呼 哇 怎麼破了 最低來到了這個432 國安基金難道護不住嗎 半導體氣超虛 半導體起不來是阿文塞 對大盤比較悲觀的原因嗎 幾個利空 郭明琦質疑蘋果放棄 增產iPhone14的傳聞 重申Pro賣得很好 這是不錯的消息 可是又有人說 拉緊報 它的7奈米產能利用率 只剩下7成 連輝達都認為 台積電你的產品貴 效能沒有以前好 也不想要給你漲價了 阿文塞你怎麼觀察 對 今天的話台積電有一些利空 當然對它的股價會有一些衝擊 不過我覺得說 今天這個利空出來之後 大摩有一個報告 其實是給所謂的台積電 一些溫暖的一個手 伸出溫暖的手 所以實際上台積電 其實只是一個外置提款機 但在基本部分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它跟一般的一個節奏的話 是穩定的 怎麼說 這些講的話是7奈米 它的產能利用力 本來在第三季滿載 對 第四季是90% 第四季的話 明年第一季的話變成70%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個營收的話 第四季大概5975億 第四季的話 第三季是6151億 等於是檢的話 季檢的話 2.85 過去的話 第四季比第三季 台積電都是季真的 對 通常是高峰 對 通常 現在估的話是季檢2.85 這跟氣奈米從100% 降到90% 明年第一季降到70%有關係 明年第一季的話 大概5175億 比第四季衰退是3.3 這個比重的話其實是還滿高的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過去產能利用力 也許可能明年第一季是在85% 但是以前最低有到75% 有到80% 所以他還沒有說說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你這樣看 雖然今天這樣 盧奧戰的台積電逆勢下跌 但是大摩的話 他調高今年的獲利 不是不好嗎 他調高明年的獲利 他調高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獲利 因為這個衰退2.85 這個衰退是3.3 這個是比較嚴重 但是衰退2.85大家都在疫情之類 所以變成說 其實剛才所講這個東西 都是在疫情之中 沒有意外的發生 但是為什麼還要調高 這個所謂的台積電第三季 第四季的一個所謂的 營收跟獲利 你看第三季的營收調高2.5% 毛利率既然是60.9 台積電從來沒有毛利率超過60了 這個50幾個%已經正常了 60.9嚇死人了 所以原則上的話 基亞是60.9 好 第四季有下來是57.7 這個水準還是滿高 所以你可以發現 情況有小幅下修 可是還是在高標 對 所以它今年的獲利 本來意固37.55 你七奈米不是從蠻載 變成九成 變成七成嗎 他還是把它調高到37.6 明年的話從37.94 調高到38.63 這個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其實在5奈米的部分 它還是非常穩定 7奈米可能有產量的利用率降 但5奈米還是透透 因為到了下半年 很多像NVIDIA 很多的所謂的廠商 是從7奈米轉到5奈米 所以它的5奈米是上來 7奈米是下去 所以變成說 其實它毛利率是往上 是主要是匯兌 因為新來幣大幅貶值 所以它的毛利率往上拉 所以它第三季的毛利率是 創最高60.9 所以原則上它第三季 第四季的話 是比一級來得好 現在重點的話 是在明年第一季的話 確實是一個挑戰 因為第一季比第四季 摔距13.3的話 這是一個挑戰 為什麼明年的獲率的話 從37.90又調高 理論上明年的獲率 應該是這樣更多才對 但是他把它調高 你可以發現 7奈米它本來就是從27%下降 下降到24%它就下降 但是5奈米從25%增加到31% 大家不要被標題騙了 5奈米是成長的 對 它一直轉到5奈米 揮答那些很多東西 高通很多東西都轉到5奈米 轉到4奈米 所以這個比重越來越高 3奈米以前沒有占沒有 現在變5% 所以這個核企的話是36% 這個是24% 所以它是27降到24降到3% 但是這兩個的話是36% 它是多出來的 你想想看 7奈米單價多少 1萬塊美金 5奈米是16000塊 3奈米是24000塊 當你5奈米 3奈米的比重 是1萬6 2萬4增加上來的 但是你的1萬塊下降了 也就是說我們三個人 我們平均170公分 你把170的剃掉 把180的加進來 你的平均升高是往上了 所以為什麼明年它的獲利 把它挑高 所以理由是要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直接來切入股價 來觀察 阿文賽 這個圖表 就告訴大家非常多的故事 跟沒有察覺的貓膩 我們從台積電 甚至幾個半導體相關族群 來做一個掌握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過去 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它的基本面 我們看K線圖的部分 它基本面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對 剛才都講得很清楚了 對 外資如果賣少一點 它就穩定了 外資賣多一點 它就壓力比較大 所以它主要是跟國際的 一些所謂的電子大廠的話 相連結 聯發科我一直過去講的是 比較有一點壓力 如果有聯發科的一個 所謂的錶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樣來看就是說 因為聯發科它還是有調降 所謂的裁測的一個壓力存在 所以它的壓力稍微會比較大一點 今天華邦店跟所謂的旺宏的話 其實反而是旱地拔中 如果有看盤中圖形的部分 我們看江波圖 華邦店跟旺宏 我們看一下2344的 華邦店的江波走勢圖 好 這盤中圖形的部分就是說 盤中圖形 來 2344 華邦店 盤中圖形 你看這邊急 有 那時候還緩戳 其實今天理論上外資的話 是調降旺宏的一個平等 但應該的話股價會比較差 但是旱地拔中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所謂的美光 美光現在要公布它的財賜 但是有些人是這樣講 第一個重點 美光現在價位的話 是歷史的低點 歷史的低點 就是從來沒有這麼低 再怎麼爛 也是從來低點是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它的目標價的話 大概72塊左右美金 就是說跟現在的價格的話 大概差45% 所以變成說其實美光今天 這一兩天在美國股市的話 是漲得還滿多的 所以為什麼美光的話 這兩天的話其實是相對強勢 對 情報即將公布了 對 相對強勢 所以我們再回到 剛剛來看所謂的華邦店 盤中圖形的部分 為什麼它的一個所謂的 會有一個旱地拔充的話 這跟美光在美國股市表現好 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另外像萬宏的部分的話 也是這樣 好 我們再看華邦店 因為美光37個分析師的話 有28個給買進 因為它目標價是72.63美金 溢價的話是45% 當然現在還是賣超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操作邏輯的話 就是到了20塊 這個所謂的整理區的話 一突破的話 是加碼的一個地方 還沒有突破20塊以前的話 還是區間操作 可能會比較理想一點 另外再回到六宮格 這個記憶體族群當中 除了華邦店之外 我們看到這個望虹的部分 可能有機會受惠美光的財報 由於預期股價做止跌反胎 半導體相關的紅康 另外的這個低軌道衛星 有搭上這個鴻海科技日 這個主視覺除了這個無限大之外 還有這個低軌道衛星相關的一個應用 文在這低軌道衛星的藥燈 你怎麼做關注 所以低軌道衛星的話 跨市了三千多顆 目標是四萬兩千顆 以藥燈為例的話 因為低軌道衛星 很多都是做所謂的通訊產品 但是真正重要是那個天線 因為它很遠很遠 很高很高 所以你很高的地方的話 在地面上你要索訊很好 主要是天線 另外它有個子公司 主要是做這個open rate 這什麼意思就是說 以前我們都要請華為 請Elysyn 請所謂的Nokia 我們去買它的設備 維修它來設備 現在就是說我只要通過認證 我自己去買設備 我自己組裝 像亞馬遜 像微軟 它們可以自己組裝 它們為什麼要去買華為的 Mannokia 所以它們只要通過 All-ring的一個所謂的平等的話 就可以自己去做組裝 它的子公司 專門在做這個東西 未來空間就很大 現在反正這10天的話 稍微賣超到1,017張 所以有限度可以整理 當然現行有一點弱 如果跌破130塊的小時 但是沒有跌破之前的話 我覺得低軌道衛星 未來的趨勢的話也值得觀察 好 非常感謝阿文塞 對於相關的低軌道衛星 後續操作的觀察 那我們知道低軌道衛星 很多都應用在車用上面 車用 車蓋股 有沒有可能成為大盤 現在震盪當中的服務呢 剛才玉琳在這個舉牌的時候 她認為大盤在國安基金 跟盡管會開會之後 有機會止跌向上 那車用股有沒有可能 是反彈的極先鋒 因為最近訊息好多 包含了保時捷IPO 在這個歐洲股市的話題很大 那車用股幾個題材 第一個是未來展望很好 還有台幣貶值的利多 我想問一下玉琳 就是說展望好家台幣貶值的車用股 誰有機會在景氣逆風當中 猛彩油焚 衝破不景氣的障礙呢 好的 那今天歐洲的一個重要大事 從歐洲史上的第三大IPO的 保時捷來看起 因為今天保時捷是掛牌的 那保時捷掛牌呢 發行價是每股82.5歐元 相當於台幣是2537元的 一個新台幣每股 以這樣子的話它的估值是750億歐元 也相當於台幣2.24兆的新台幣 這樣子的估值能夠產生出多少的收益 玉琳也幫大家掌握了 能夠產生出190億的歐元 相當於5998億的新台幣 而這個收益將會放在接下來 關於用在福斯集團當中的 電動車的發展 然而大家一定要知道 因為現在電動車已經成為趨勢了 對 大家都知道 其實近兩年保時捷 已經開始切入電動車的這一塊 如果我們從這張圖表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車子叫做TICAN TICAN的部分去年光這一台車 它的入門款是380萬 而且如果你加一些配備 就達到840萬了 很貴 對 所以這個算是有錢人的一個夢想 TICAN的部分去年是賣了4萬多 而且在保時捷當中的量的一個 暫比是13.7% 超過了911 而且預估在2030年 整個新車的一個純電比例的一個部分 將會達到8成以上 新出來的電動車它的效量 就僅至於這兩個他們的明星車款 就是MCAN跟凱燕 MCAN的部分在明年的一個 明年的一個2023 也會開始正式的上市 對 然後2025年開始 整個福斯集團 它的電動車的銷戀 會佔比它一半以上 然後到2030年 它的電動車佔比會高達8成以上 所以電動車的趨勢是 整個集團開始虎視單單 來去做切入 當然因為保時捷這麼會賺錢 他也會想要複製像是法拉利的模式 好 為什麼想要複製法拉利的模式 因為法拉利在之前它有IPO 尤其IPO的時間是在2015年的10月 當時候法拉利IPO的一個 發行價是在每股52美元 但它現在 現階段已經來到了 大家沒看錯是191 也是說截至目前為止 光法拉利的一個發行價格 已經翻了三倍以上了 它現在的股價翻了三倍以上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以法拉利而言 每年它的一個銷售是1萬1000台 但是保時捷是每年銷售30萬量的 一個數量 所以如果就數量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認為保時捷IPO的股價 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那我想如果說現在不管是法拉利 或者是保時捷都要做電動車的話 大家敲完的Apple Car有沒有什麼新的 進度出來呢 好的 那天風國際的一個證券分析師 郭敏祺也特別在這裡爆料 他爆料什麼內容 他說Apple Car的團隊 將會在今年年底開始進行重組 市場上面就揣測說 是不是在2025年會開始進行量產 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這一次的這個 蘋果開發者大會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系統CarPlay CarPlay的系統裡面 原先是載 原本是提出 跳脫原先的車載娛樂系統的範疇 而且現階段是 想要掌握最新的一個儀表係數 像是燃料 像是溫度 像是轉速以及車速相關 而且這個是屬於那個 蘋果不是車子起家的 所以對於蘋果而言 它會收集到更多的一個 車輛的資訊 讓更多的消費者有很好的汽車體驗 讓更多的消費者願意去買Apple Car 好 當然有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報告 什麼樣的研究報告 因為針對20萬的一個車主 來進行一個調查 這20萬的車主當中 有26%的人想要去購買Apple Car 而且還沒推出來就有人想買了 而且已經超越了Tesla了 當然從蘋果還有特斯拉 可能保時捷的這一塊 我們如何去找尋到 未來在台股市場當中 跑得很快的電動車 好 這裡部分我幫大家整理了 像是建基 建基是近期表現非常亮眼的 林漲股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因為它是做電動車的一個充電樁 而且8月份的營收 EPS都是增加的 在這裡法人 尤其是外資不離不棄的情況之下 今天還是形成了一個創高 當然我還是特別提醒一下 因為像這種股票 除非你真的是還滿貼盤的 如果你是空手人 不要在這裡亂增加 如果你是持有的人 持續的獲利報老 再來看一下 鴻海集團底下的一個 女勝K彎 它是裡面算是線型比較弱的 所以這一檔標的 它必須要站上 帶量站上月線之上 它才能夠形成一個 短短牆的一個作用 61.5 快了 差一點點 加加油打打氣 應該是有機會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宜特 宜特它除了是車電 跟半導體相關的概念 這裡投信的買超 一直買超 而且來到了月線附近 馬上有買盤來去做一個切入 所以我認為 在投信不離不棄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再去挑戰前高 甚至像是胡連 好 胡連這一段時間 它是過高之後形成拉回 拉回來到了季線附近 形成了一個亮縮有稱 在亮縮有稱的情況之下 後續要特別去關注一下 投信以及量能的一個狀況 我認為都有機會 來去做挑戰前高的部分 再來看一下新勝利 新勝利是近期表現 還滿亮眼的一個電池模組 相關的個股 對 投信這幾天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投信才剛剛布局的個股 甚至像是核大的這一檔標的 它也是具備的 特斯拉相關的概念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核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宜特 為什麼要先從宜特的角度來看 因為它是有雙概念的 它除了車電之外 它還有半導體的檢測 那我這張圖 是從月K線級別來教大家 為什麼要從月K線級別 我常常會說日線看短線 周線看中線 然後月線看長線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們買的股票 我們用比較長線的眼光去看的話 你的買點對了 其實你可以賺的比較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波的宜特 這是之前的走勢 之前的走勢整理了一段之後 它有一段的這樣子的一倍的幅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階段 現階段我把這條線拉... 拉過來 好像在這裡也形成了一個整理 而且這個整理的時間 你沒看錯 是打底了一年半 這個月K 打底了一年半 在這裡來我們對照一下 量能有出 量能有出 而且外資千張大戶都站在賣方 我認為這一檔表底 逢回是一個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的字 1536核大 1536的核大 它是屬於一個車用跟特斯拉的概念 一樣我們從月K線級別的角度來看 一樣這一波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我們再切切切 對 我們再切過來 又回到了這個起漲點 又回到了起漲區 尤其在月K線級別回到了起漲區 又出現了一個量能 在投信有買 在接下來它的產能利用率 逐步的拉升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檔表底 不用去過度做追價 但是拉回來可以注意機會了 好 非常感謝玉琳 今天對於車電鼓 從寶石節掛牌帶來的 無線商機所做的解讀囉 我們去看看 你可以用最多的解憲 為了整個機構的 在這個機構上 我會不會讓大家推出 去看 在這個機構上 從來 我會不會讓大家看 我會不會讓大家看 在這個機構上 吃東西 跟這個機構上 在這個機構上